要说今年好看的古代偶像电视剧 那还真的是挺多的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庆余年 这部戏在播出的时候收到了一致的好评 对于第一季的结束 大家心中留下了很多疑问 一直在催导演赶紧拍第二部 而且还希望第二部能原班人马的合作 但是作为庆余年的女主角 李沁却说不想再和张若云合作 这让很多网友都非常不解 因为只要这部电视剧拍好了 男女主角可是名利双丰收 但是李沁却觉得张若云已经结婚 在和他组CP大戏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毕竟现在的媒体都非常的抓细节 之前在某档综艺节目里 李沁因为节目组要求要和张若云站在一起 这就让李沁经历了一场小网报 其实这也不是李沁自己的意愿 完全都是根据节目组的要求来的 所以不想和张若云继续合作 毕竟拍戏的时候难免有一些亲密接触的气氛 这让李沁十分的不自在 有些不舒服 唐一新和张若云结婚的时候 李沁还是伴娘呢 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 李沁是二人爱情的见证者 三个人都是在娱乐圈工作的明星 在日常工作时难免会碰到一起 比如庆余年李沁想要留住这份友谊 所以不想和张若云继续合作 害怕自己的好闺蜜吃醋 毕竟女生的小心思就是那些 李沁作为唐一新的好闺蜜 她想的也是很周到 唐一新近况复出 阿人还大方秀友情 在大众面前秀了姐妹情 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人是真的关系很好 这种关系也确实有些小尴尬 一面是合作的男明星 另一面是闺蜜的好老公 如果换作普通人也是非常难抉择的 李沁考虑到好闺蜜的感受 所以表示不想再和对方搭戏 不得不说李沁和唐一新的感情是太好了 作为唐一新的好闺蜜 李沁果断选择维护二人的感情 为了不让好闺蜜胡思乱想 害怕好闺蜜吃醋 所以选择不和张若云合作 我想这也会成为 庆余年粉丝心中的一个遗憾吧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呢 谢谢大家